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是由危机主动选择的地图 前几天的话 危机在地图上给我们展现了很凌厉的T进攻 就是中路各种包夹 然后打得非常快的节奏 然后今天的话 第一张地图古堡上也是暴冷了 这边老跟爹怼翻了 而且比分蛮大 16比7 哦 确实是分数比较大 这个简直可以说是掉起来打了一段 这个没错 这个话没毛病 然后我们进到游戏画面 这边应该是很快就会开始 对 刚才也是跟老跟爹教练小聊了两句 说这边他们放开打了 打得不错 也很满意啊 毕竟赢得危机嘛 是 其实这个我刚才跟FF开局前我们说说今天Freyman过来了 是吧 然后我们这个气势都不一样了 气势如虹了 是吧 确实气势如虹 然后落了两波 开场打的霸气非常到位 然后自己自己打疯了 好 这边冲又是夹进来 嗯 嗯 其实危机他能够把这个 他能够坚持这样打下去还好的 因为他马上要去 要出博了嘛 他不会啊 嗯 要打这个犀利战 对 他确实得过来了 对吧 得过来练一下 集训一段时间吧 对吧 对 这条图怎么看FF 看选边吧 看这边吧 如果危机拼到赢了的话 我看好拉干地 危机拼到输了 我看好危机 嗯 其实我还是看好危机 看好危机 这个这个图危机还是要强 这个图前两天我们看打起来太流畅了 对 那危机出去打比赛选什么图呢 我觉得古堡 嗯 能打吗 我觉得这个图肯定可以拿出来打 那古堡能打吗 不能只有两张图吧 这样 火车啊 跟老外打火车啊 好 我们看一下拼刀选变 谁能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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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赢 危机开启连射模式 嗯 老干这三把爪子刀就非常气势如虹啊 爪子刀拼刀不厉害的 这个其实没意思 哈哈哈 我乱说的 我乱说的 大家别听乱说的 哎 老干这三把爪子刀就非常气势如虹啊 老干这赢了 好 没资资 那我看好危机了 那我看好危机了 为什么呀 老干你也做CT了吗 老干这肯定做CT了 这档图 这档图没选择吧 然后危机档图 看一下吧 反正危机就了两招 老干也能不能守住 是 中路战一波 对对对 看中路这一波交换 谁打得赢 就是谁是大哥 嗯 其实上一张图啊 我们也是看了 DMM发挥的非常出色 太凶了好不好 这个很多关键局也是依靠他个人能力 去把这些关键性残局拿下来 手键局上来打了四个 对 你这 你这不讲道理没办法 对 阿忠 哎 果然 FF 你的问题得到解答了 你看一下经济 哦 没买 对 他AK是怎么买的 哈哈哈 谁在你第一枪 两个人锁死了 这板子下的两个人没有形成补枪 我这一波怎么掉仨呀 对 就是A区前哪三个人一起死光了呀 嗯 这必须补的倒是补的很快呀 嗯 补的真的很快 但是 哦 这VIP钻出来了 你看 这边一波蝉动VIP有一个已经钻出来了 哦 哦 这种 拜拜 好 这一个大三 再闪出来一枪 阿忠打两个 然后没买甲打两个 那下一波阿忠经济爆炸了呀 大甲AK 还带了两颗闪一颗烟 哈哈 没姿姿 没姿姿 哈哈哈 好开心啊 他上一把是买了包之后 然后800加上他800 然后加1400 然后小甲的一个 小甲 然后富人曼是杀了人嘛 然后大甲也可以 还买了闪光 我的天 哎 你别说这样才 哦 这DMM又来了 这前点是直接跳上去打掉这边架底的JX 那我不知道了 危机发现必须人多 应该会转一步啊 这个地方小到前点有烟雾但不能上 小黑雾站住之后 K称是赶不赶上 K称是知道有人 但K称是赶不赶进去打个文化 就活走了 有人动了 中路这边是一个重防 我看到狗洞放你出 VIP给你啊 一颗闪光 过来清 VIP清下来 套路看到 很细啊 这边同步的IOMI都跳过来了 对啊 直接收掉A7可以去找机会买包了 70如虹 这个不叫70如虹 我觉得危机这一波我可以看到 VIP是有闪光配合的情况下 都还是两边同时进的 嗯 就说明了他们对这个点应该是已经 这就是他们最大比赛就是这一招的 嗯 这招肯定是到处会用出来的 国外队伍的话千万别看这个比赛 你什么都不知道 一颗雷啊 直接带走一个 这没办法 GAS大家可以靠大家 对 买包是连接包 那不用动了 就是VIP和这边就是下水道的人不用动了 嗯 然后就包紧一个人打一个发现 然后大家补枪就行了 是的 两个人啊 可以靠跟GAS 还在看二楼很谨慎很谨慎 确实啊 这危机 别说看起来很粗真的很细 漂亮那现在最后一个也在井家 但是GAS的话这边应该是可以把车王保下来了 嗯 保下来吧 还有个大甲有个闪啊 又把CZ保了吧 他车王保下来的话会好很多 嗯 2比0 啊 危机这边也是两把大枪保下来 好把那个CZ发出去自己打车 嗯 这边危机 Advent Advent应该是要把Ayuma那个车王喊过要过来了 看一下会不会要过来 没有Advent这边4300的一个境界 好自己七把车王 2比0的一个比分这次我们看到了 感觉堵了一个4A 给了状态最好的DMM 必须让CZ一个人去 但这边危机是直接城管逼了 前点还是放三个人 城管逼了 哦直接跳下来了 这259 只要你们看到259起车王 然后往B带走就是要城管逼了 哎呦慢 哎呦慢这个时候超市已经是架进来 右边近点 现在无所谓了 现在这局 那我 有什么机会 这个我现在看 这个 其实没什么好办法 对 这个阵型阵型展开 危机这边还是打得很凶 是 这其实跟小孩铁饼在的时候 那个危机 区别蛮大的 风格不一样了 对风格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风格就是恢复到以前的旗游风格 但是加了很多细的东西在里面 加强风格 对 加强版旗游 259 这边带投资物啊 哎呦慢这边没死也是没有换这个车王 刚刚这边非常规啊 下水道直接压两个 干死跟这个DMM 哇这下水道有两个人是互相呼应的呀 就独你危机来下水道 果然还是对中路这个地方非常寄予 是的 但是下水道这边二楼一清 好了 没人中路DMM抽一个 位置被发现直接被怼死 哦B点这边是重防啊 我看到两点 对跳下来的 哎 看到膝盖 哎呦慢爆了说这边下水道还有一个 但是现在的话 应该危机已经知道 必须清空A去人多了 因为下水道是有人的吧 是 那肯定必须已经清空了 哎呦对呦这边一个大残 烟雾弹烟VIP 这边还有长箱一个 能打过 能打过啊 二楼三三来迟的Freyman是打的一个人 现在警察这个打残 但是有没有道具拖住这个点 帮他出 因为包式的跳台还能够捡到一个三打二 残血的JX这一局的话应该先杀人再埋包 如果是直接埋包的话这局直接输了 屁股后面你看GAS已经抄到A1屁股了 那这一局老人家应该赢了 呦呦 打 意外的收获 意外的收获 这真是意外的收获 你们别看他打两个 他其实只看到一个人 他就跟着枪往下走 对对对 跟着枪往下走 8000啊 危机这边经济还是非常好 3比1 那下水道这个非常贵啊 武神有点实力啊 真的能帮两个头 看危机 这两颗烟应该先爆过来 是吧 一颗这个蒋狗烟 一颗VIP烟 中路这边一波墙 下水道 又是两个人对卡 一个被闪 没有这道具啊 直接拉的 哇呦 一个层连续2GX在哪个点啊 B2楼又收掉一个 那确定B点还有一个的话 四个人直接转 打一了呀 直接转一了呀 知道你必须有人去这个一个吧 对吧 现在一点血啊 哇 EHP跑掉了 好好好 稍微碰你一下是吧 拿弹壳撞你 摸到你就死了 Kiko这时候补防到B点 这个时候我告诉你 怎么样打死他才是最屌的 你跳到他脸上去 用角气凑死他 哦 这是最屌的 1比3 Kiko 宝枪 是吧 宝枪 宝枪 不是自己被锁定 就是看VG让不让你保了 嗯 讲道理不应该让他保 肯定要怼他 那VG这边刚刚买一下有点疯 有点方 他怕这边上去脚枪的时候 突然之间一下刷屏就死亡了 走2楼厨房保 听到连接来一个 那连接来人 2楼来人的话 应该保住了 好阿中 好来回转一下 嗯 这个地方应该确实是保住 二楼Kiko 好的 美姿姿 美姿姿好的保枪成功 1比4 你一局输一局 老板你上一把上三把枪 这把 啊 都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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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活来死 都怪我怪你 这刚才下水道那两个 他们是怎么什么个想法 第一个背身多闪 是吧 第二个直接吃 然后第一个直接反身打 他是到近一点的时候 他的枪描的是90度角 阿中是直接拉过来打到侧身了 阿中先打屁股 是吧 打侧身的那个 然后打了一个正面的这个 对他打到侧身了 没办法 那个位置刚好是 就是卡点的那个人 刚好跟阿中错过了第一升位 对 中文断死 这局是彻彻底底的一了一波 哎呦慢 骨门慢慢摸上来 第二面摸 嗯 其实我这么在想啊 老干爹他既然能把古宝练 练的差不多了之后 其实别的图也开始用就帮 他慢慢开始练 对 但是其实 你一个图不管讲什么东西 就是战术能不能打出来 是 这不是很重要的 就说你首先要整个人都放得开 你不说我跟天路打 我跟危机打 我就感觉 我这一招 听到天路怕三分之类的 是吧 你必须要觉得我们是五五开的 你的东西才能发挥出来 包括我们 是的 危机天路追打别的队伍 首先第一点是 你不能方 你平时是什么节奏 你出去就是什么节奏 你比如说你平时 你平时打的时候 就这个不算啊 比如说你练 他有可能这个是在放煙霧弹 就平时你练的是那种打到卡到三十秒 然后再一波往前面推 然后你出去打比赛 就感觉我说卡枪别人那么凶 我肯定没什么机会 就出来就开始疯狂乱洗 那你肯定打不过了 或者说你平常就打的时候疯狂乱洗 或者说就是各种拉前点跟你拼枪 第一时间就出来跟你拼 你出去打比赛 就开始卡到卡到一分钟以后再动 嗯 这就不行 你必须要把你 你平时是怎么样的这个风格 你只要把这个风格打出来 你才有机会跟别人交统 打一次打一堆人 嗯 老师说我们看到Kishens 他竟然是保了一把AK 捡了一把AK 很不错 这把的话是可以起枪的 把AK发出去吧 给队友 有个GAS是起不了的 发了把G出去漂亮 然后DMM发了把M4给杠死 这一波的话 关系到老干爹上半场 能不能把比分说尽了 因为现在危机气势如虹 经济非常的好 连胜 连胜 现在中路加上B2楼的一波 应该又是个快攻啊 哦下水倒是顶出来了 抢中路 慢慢清点 非常细 哦中路秒放 这人闪是闪不到我们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之前在说对吧 你中文这些点 你没有有一些道具 道具是必交的 是 你交不出来的话 你过这些点都很危险 其实对于危机大的强队也同样适用 嗯 中文过了点之后 这边阿忠直接是下一道掏出来了 是 掏出来这还站住过班 好的这边虽然是损失掉一名选手 这个战术现在是 嗯 还是可以 没问题 259这边 第一时间GG了 可以安心指挥了 哎 今天阿忠曼是 跳过来 对 学了一波那个菲尔普斯 现在真的 危机和天路都在开始对这个 VIP这个点出文章了 嗯 你发现没有 他们只要打中路 VIP是B站点 就是想办法 把VIP站住 对 阿忠曼回来摩二楼 阿忠拱门 躲回来 好的 看连接阿忠这个位置很关键啊 因为阿忠这个地方是没人配合的 他自己在打 对 看哪个点先打 他是躲进小黑屋了 那么就是要等必须先动 他这边是个超后的角色 第二楼这边过来 嗯 GX FREEMAN还有这个阿忠曼 三个人 SISNY 要有主动出击了吗 没撞死 没撞死 二楼这边通过 KISS正面是打掉的阿忠曼 追出来这野克 一反一 三打二可以埋包 烟雾把火灭了 这个有点浪费啊 嗯 他这边交流失误了 这野克斯这边想 应该是想把烟雾交出来之后赶紧架枪 是吧 DM的话 用狙击过来省点 但是现在场面上形势 包是埋的二楼吧 二楼包还可以打 嗯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吧 欢迎直接出 我看这个餐具啊 就是关键点还是在于这个 就是中路是站下来了 尽管259是被打下了啊 中路还是站上来了 呃 匪徒出来掉一个人 匪徒人是人数烈势 只要不是什么二打五 三打五 这四打五 这三打五都可以打 哇 中路是直接狙击又给脚打了 还把DM不怼了 哎呀 KI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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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4下来 老干地这边又要陷入一个ECO的循环 嗯 那么现在危机这边连续在得分的话 对于老干地的信心是个很大的推广 其实你上个上个地图建立的信心 觉得老干地这边已经差不多了 嗯 我觉得还能打是能打 但是危机感觉更加气势如虹一些 哎呦 慢 嗯 中路啊 这边一波中路速抢 又是一波 但是中路是第一时间的顶到一波 漂亮第二面目 强冲A打叫回慢 回慢是永远掉单的那个人 中路战下之后 我们看两个人直接下水道又再钻了进去 又再回边了 哎 这个战术 我首先给你看我中路人多 嗯 对吧 然后我现在告诉我中路还有人 那你就以为我中路要帮你H 然后其实我两个人已经转下水道转低了 好果然是一波钻上来 连接也到位了 对 好了就看必须包点的 这是谁Kissens 一把车王能杀几个 Kissens如果能把二楼下来两个人一起怼了 这局有一线生机 嗯 我们看到二楼这些队员有没有火 有火 二楼里面有火 应该是走过来的 不会丢 Yuma在连接这边是在找人刚 好枪打掉了GAS 那么Kissens一个 两个火烧出来 两个旁边Sandley补到漂亮 二打一 对不对 说了Kissens打两个就有机会 嗯 但是火丢了 二楼掉包了 对 看到了 这位置已经锁死了 但是这边P5后面抄DMM稍微有点远 有点绕过来的Stanis 可以认识关键啊 这局 关键了 他第二个爆头太关键了 是的 这局钢枪翻盘的话是六帮老人爹提了一口气 哇 这个钢枪翻盘还真是很特别提示器 我觉得 对 这种肯定很提示器 他们在线下我都可以想象到他们大声的喇喊 阿瑟 牛逼 嗯 就这样 吃不吃辣条 稳 我要吃辣条 维技这边还是把投注尾带的非常全 基本上现在这么一套 我们看换战士 H来爆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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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们爆弹还是跟天路是有点像的 狗门烟封住之后中路留一个 然后一波直接拐 对 中路先到 然后H再爆 是 爆了 爆完 出 火烧的是VIP 紧家两个人进去换一个 紧家还有一个是知道位置的 好了 我去看看人了 这边中支架 对 我再上一个VIP 嗯 哎呦 这个 漂亮 阿中 阿中 太凶了 马上就到了阿中的战神位了 阿中太凶了 哇 你看这个手要速度 哈哈哈哈 好快 啊 中门这边阿优曼掏过来之后 也是没有看到什么情况啊 因为阿中这边也是收的差不多了 那这局老干爹赢了 是吧 这局又输了 嗯 保两把枪没问题 保两把枪 就看这屁股给不给保了啊 阿优曼这时候已经开始绕了 狗曼这个电影是放给队友 嗯 这两个人还紧家吧 没去逼去吧 互相呼应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 马上被福人曼拉过去要遇到了 这一面就是 哎 应该想不到左边还有一个是吧 他 邀请邀请 好 两个包头 没问题 我看这边老干爹打说暂听 嗯 从枪法从枪法层面上来讲的话 这边福人曼确实 基本上没有什么失误 嗯 太准了 这些大哥真的太准了 哎17岁的小伙伴要不要这么刚啊 哇 那就是应该他应该是现在一线队里面最年轻的一名选手了吧 没有比他再年轻了 嗯 没有比他对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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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年轻了 是 本类色多少 23 21吧 哦 21 嗯 2比7 这个时候 需要跟老干爹说些什么 这个时候其实他们教练应该就是直接在说没事 是 就按我们既定的打 嗯 就你现在这个比分 你要说去制定一个什么战术去应对 那其实徒劳的 没什么用的 你就安慰一下队员 叫他们别放弃就行了 嗯 然后注意一下不要太浪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怎么练的 我们就怎么打 嗯 然后他这边就是 是吧 咱们就多交流一下 根据危机的几 现在掌握危机的一个情况 我们重点做一波 对对对 防守就可以了 你这个时候如果要去教他们怎么去运 就很容易谁都不会打的 对对对 你这种打到比赛当中就别去讲这些 就鼓励一下就行了 等回来复盘的时候再说 我们看一下这局应该是马上要开始 因为老干爹起枪 一千多的是把钱全部花光 看一下四千多的这个 2比7的比分第十回合 危机这个经济累积是非常好 现在我们看老干爹这边是 还有三三个人没起 哎有一个 这边也是起了 KX是57小甲 4450的Sydney 不起 DMM不起了 所以说我现在那是好的 刚一波 刚一波 带钱的杀鹰 地上有枪啊 艾德文在这边应该是要把枪捡起来 别怂 艾德文在没拿枪 2598 嗯 啊 他在地上吗 没没在地上 他就没拿 没买 没买 哇 KX 真的 这种枪法 不是 没停顿的 一枪头两枪头三枪头 第一个人打在这 拿出来左边右边再一枪 好 简单利索 2.8 准的不行 老干爹这边是停了这么多 这么长时间啊 这边也是没有想到这边进了 就是直接让JX刷掉了 因为没有东西 这局要彻底的一了 嗯 这局一完下一波钢枪 看上半场能不能把刺身小脸粉拿住 彻底一一波 没接 哎 知道你一 你上一局反正知道你有有人 上一把你是有枪的 这局肯定要一一枪 你有假有枪的 我肯定你这一把是一点钱的 再偷拐 来了 你看看来 这对我九哥 我屁股后面还端死了 西德里 我九哥已经是直接往超市里面冲了 买个连接包 哎 在二楼吧 不买连接包 很稳啊 阿油麦在二楼 是吧 阿油麦在二楼 大屁股这边DM还过来啊 绕着这么远 进步过来 也知道 跟阿油麦这边已经断掉一个了 这边DM那边也看到一个 甩掉 后面有人捆枪 我跟阿油麦是震不掉了 DM吗 哎 这弗麦没皮肤的 你发现没有 这我是真的看了 他好像就没皮肤 是不是不喜欢 不是那个AK M4 M4也是那个默认的 哇 在这么充满诱惑的社会里面啊 FREMA竟然是没有买皮肤 哈哈哈 他肯定是在等我送他 是吗 我觉得你去跟他交朋友 你会送他吗 我要送他一个 我要送他一个那叫什么名字呢 呃 这个 最便宜的那家 哈哈哈哈 悄悄地告诉我 我都忘了 地下水是吧 啊 那地下水 那是传家宝啊 要换别墅的 你这个礼清情义重啊 他一下就懂你了 那还礼清义重啊 这么重的礼 嗯 那我涉嫌 贿赂他了 不行不行 H的话常规手一波 呃 这边看到259又是车王 还是懂了 看259是车王 他要找个地方去拐了 嗯 以前259喜欢打那个P90去管 嗯 他后来发现P90有点贵是吧 而且P90这把枪 其实说实话 储在脸上 他没有 没有车王疼 没有车王疼 哟 这K车是怎么会占了个这么奇怪的位置啊 哦 是Sydney在这里面掩饰他 所以小灰屋偷玩 他偷了一个走了 二仲知道这个Sydney已经是过来了 我们慢慢再去匹克阿仲出来 A1这边有了 二仲这个应该是给队友报告点 但是二楼我们看近点 二楼近点Gas还在 艾特曼他再往前摸 那知道Sydney的一个狙击在 那这么慢摸的话 漂亮一个手 对吧 Freyman这边以为下边有 对 没晓到上面还有 他直接上下都是 对那这边A点已经发现有三名防守队员 这边A点已经发现有三名防守队员 一换一 459出来补枪 3比9 嗯 总算开始得分了 能够把上半场的剩下分都拿下的话 老干爹还是有一蛋之力 嗯 尤其这个局也是选择 没有人这种东西干摸 是吧 像一人摸一个 但是没有晓到A点这边是上下两边都有架点 对对对 然后紧夹这时候还在挡一个 所以那个狙击 所以刚才第一时间抢一下小黑屋啊 抢了一下B小的这个位置 估计VG也是没有想到 哎 回来A点爆弹 爆完之后 我们看这边Advan特斯 啊 这边Freyman是来到了A2楼 我们看A点还是上下双架的一个防守 是的 那刚才是侦查到这个信息 看怎么清点 哦 这个车身 空中 哦 压枪接住 你看 就刚才收集的信息 VG这边就准备的很充足 上下两个点 知道你当了手的 我就有准备过来打你的了 对 两颗闪上边一颗下边一颗 一一局输一局 这边老子你一有不 那这一局一了打下一局 还是直接刚 我觉得可以直接刚了 因为下一局的话加一千九 也是起不了枪的 嗯 他们选择异了 嗯 能省一点试一点 是吧 下一局的话只能起车 其实没有多大必要 不是我说这局啊 能省一点试一点 下一局只能起车 哦 哦 那这一波又打通了 这个时候中间这一波过来 我别人屁股 看直接把包点轻 FREEMAN 啊楼下 杀光了 哦呦又变成屠杀了 对 这你当危机突然之间找到节奏 然后知道你是ECO 他本身枪就刚 嗯 你就太难打了 刚才省了这波钱之后 小甲投资五线不带 小甲大枪 这那狙击 其实这局啊 这几局啊 危机打的其实留给老干爹这边就是 商量的时间交流的时间不多 基本上没有给你一个很快的一个 就是说是我自己的想法 这边同步的也是吊人吊的非常快 是的 中路直接开始死拉一波 哎 还刚吗 哦 他只是侦查一下 A1的话危机已经占死位了 嗯 中路轻一波没人直接干 哇 直接出来了 好的 好的 上下两个人还有人就过来跟你拼枪了 对 A1已经是扑出来了 高台位置 打死 没问题 VIP知道还有人的 他知道VIP有的 所以这边不漏了 知道VIP是有人的 但是包没埋啊 紧加Kitchens磨到 看Kitchens能打几个了 Kitchens 没有看到人 第二时间烟雾蛋埋包 可以更换 这个位置可以更换 哦 呦 这下零反应啊 毕竟Kitchens死好了 哎呦妈打完 趁着烟还有 哎呦 这枪 真的有点失误啊 哎呦妈 这边一个瞬间的调整 断了一下 晃了一下是吧 直接抓到头了 这个也是 12比3 哎你又没发现 刚才那枪是点射给打死的 厉害厉害厉害 这个分差还是有一点大的 嗯 这个分差下半场老干爹机会不多 机会不多 做梯边拿到12分 你看他全是赢3分输 赢3分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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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3分 哦 那这样的话 按照这个规律 那首相局是不是 是不是老干爹得拿下了 哎 老干爹是不是拿下了 拿不下 如果拿不下的话 那个抢风阵的人好难受啊 嗯 香菇啊 哎 他们打警察就会把道具买了 嗯 我看一下老干爹投不投铁啊 老干爹如果打B就投铁了 哦 两颗烟银银银银了 嗯 应该是那个跳台和VIP的烟 嗯 然后直接充银银银 包都还放在A1 有Tik9跟着充 好 艾伦他说这颗烟还没有焦 那这边等一下时间 好 第一 两个烟还没有焦 两颗烟全部交出来 等讯号等一颗高闪 已经爆了已经爆了 好了 确定打A了 这跳两个人出来已经确定可以打A了 嗯 直接往警察铺 往警察铺 你看这个整个危机这边也是不跟你 不跟你浪啊 不跟你退 还是有感觉 进点混缠两个 Freyman和259都缠了 但是Keychens在进点就等你了 我这边等好了 看你影子对吧 哎呦们 把这边瞄一下点 直接拉 好 在警察打通 上空三打二 JX JB秒 就圣阿众一个人 从A1摸过来 这边A1都还有自己 有点难了 有点难了 果然啊 这是有规律的 那按照这个规律 那危机要翻盘了 哈哈哈 有规律的 我的天哪 危机刚不刚 肯定啊 肯定啊 不是说好像翻盘吗 哇 我告诉你们这是有规律的 哎呦们跟GX啊 两个人也是 哎呦们这第二时间吧 这偷之物补全了 那原本这边还是刚的 GX这边自己起把刷鹰 是的 直接是往B吧 呃 这个 包B 哎 Freyman是顶在第一身位 抽残一个 DX 还打不打 火烧在那 Freyman在上面啊 他有连接 Freyman也被秒了 这不能赢了吧 我的天 这个三打四 这不好赢了 阿众 旁边有人 直接走 好下一个到CZ你还追了出来啊 阿众 我有一个武器的扫长 只有DEMO再追出来一个 阿众血量很残 但是没没关系 赢了 CZ你赢了 为什么 阿众血量太残了 真的吗 你看 你不要骗我 你锁死了 你没问题 阿众站在包上 慢慢绕 CZ你这边还有65点血 还有两颗闪 这边是选择直接加点 时间还有非常多 嗯 阿众是混到 哇 阿众居然躲到沙发去了 嗯 一波搜过来 直到 看到人的话 看阿众 阿众掰出来 啊 我的天哪 我的f 这什么鬼 直接一枪飘手 那这也没办法 哎 官少你不说好的 不会输吗 那谁知道 他阿众这么厉害 是吧 闪出来一枪头 你看怎么看怎么都知道 CZ这边其实他知道阿众的位置 但是我已经告诉了 我已经告诉你规则了呀 这个规律 是吧 有规律的 嗯 好现在马上 连打两分 好连打两分 赛点局的时候 老格尼再赢一分 嗯 相信我 阿众这边直接起大枪啊 GX也是起的大枪啊 你以为说 以前我对阿众的印象是五状元 嗯 但是今天他这个这个场局 这个绕着地圈 嗯 我真的觉得一般人还真打不出来 文武双拳是吗 真的厉害 真的厉害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这个阿众是文状元 嗯 对 阿众也是文武双拳 也是文武双拳 阿众强很刚的 我跟你重复过很多次了 嗯 没事不是 不是说武状元就是弱智 文状元就打不过人 是吧 只是说他们这方面比较突出一点 是吧 对 GX点灯 DMM 哦 诶 这还没走出去 就挨了一说 我直接打红了 对 老干净最好不要再满墨了 你还是重复出来了 好 你看这还算是有机会吧 没用 减能够死了 减枪减枪 减枪 把M4捡起来 美滋滋 捡起来 阿众这把龙王也是用了好久了 嗯 也是扮他误杀是吧 对对对 好像就是对吧 好像就是对吧 舍不得坏 有特殊的一零一 嗯 哇 你这个 什么 起枪了 400EK 在这边直接起了 不放赛点 那这边拿到15分之后呢 老干爹再来追分的话 看看吧 看能不能下到包吧 就按你那个攻势走的话 这局还赢不了 对 近点 阿众过来 哎 一瞬间 他还换了一个 259很关键了 这个位置 259没换到人 但是旁边不过来接X打掉一个 知道二路上有个彩火出 直接秒掉 没问题今天带一个 对不对吗 说了还要来 DMM 剩下DMM一个人中门 A区是已经掉包了 嗯 刚才已经见包了 打一个位置暴露 我知道这边港庭上有人啊 不打了 DMM这个预判很准啊 自己把自己散了 夫人们超出失误 两把车王对一把AK 两个人包到近点 好了 已经确定的WAP了 看到了 哎 没看到了 稍微 哦呦呦 飞慢 15比4 按照这个规则 那下一波的话 应该是老干爹翻盘了 嗯 嗯 也有可能没有啊 因为这是最后一局 不用强行给自己圆 没事 哈哈哈哈 好 老干爹就是 刚才没下到包 那这局只能是 干爹这一波 其实说实话 他们所有人都没有太多失误 他之所以打成这样 是因为危机这边这个地图 确实有点厉害 嗯 而且你看他抓的这么凶都还有细节 是吧 这就很难打 我们看老干爹这边是把阳武封掉 强行站到中路之后 要包一波 我们过来A1自己这边干拉 请多这边 二楼你看 感觉你要抓 哎 哎 DMM 已不变硬万别 很远点 还胖着枪头啊 这也可死了 死了 好的 我们这边能不能架住很关键 敢不敢进 FREMINE是个顺暴 这个顺暴 躲过了 躲起来 哇 一打一 一打一下到包 知道是连接的 知道连接的 这要拼的 这个两个人 看这个残局怎么处理的 你看对不对 实力了 实力了 是是是 哇 早归一族 哈哈 那这后面没有三个了怎么办呢 嗯 那是不是该这边已经三个了 看经济吧 好 钢枪 是吧 领先这么多分 危机这边 他现在心态很放松的 领先太多了 这边FREMINE直接是把狙击拿起来 哎呦 FREMINE还打狙击了现在 嗯 他这个应该是没什么讲究的吧 他们狙击手 主局就是 JX吗 副局是 是阿油满 哎看到中文过了 拖击烟雾袋里面 阿油满 对有没有闪光配合 自己抛一颗伞 拉出去 一个 他不知道有人被他穿过去了 哦 这边还没有印象 对 烧光了 哇一波直接 哇 我的天啊 中路这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呀 他是直接跳了一波中路的那个 有一个跳下来了 有一个跳下来 然后他回身撞了两个 对对对对 那想要最后的DMM也是很无赖啊 这中文是瞬间死光了 哎 好无赖 真的好无赖 一打五DMM过来捡一下包 嗯 哦 屁股后面 哎呦 还打了一个可以 减狙 我还狙腿了刚才 嗯 好了 敢不敢买包 先杀人 DMM也是思路很清晰啊 好 前两个 我爹没有这把如果一为五了 我决定去上海请他吃饭 嗯 好 骗一下二楼通过出来了 好的 血量太长了 那么恭喜一下VG16比5 又是一个平局 对 这个规则还是没有错 嗯 还是这个 是的 赢一输三 嗯 这个节奏 其实老干爹这张地图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他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失误 他关键点是这边危机 应变太快了 你看他好不容易是吧 我在A区一个就是板子的上下位 是强行刚里一个人下来 对吧 赢了一局 马上第二把就针对你 就过来一波 所以说就是老干爹的努力方向的话 除了一些个人能力的话 应该应变能力 还是他们努力的 对我觉得这张图 其实给我们的正更直观的感觉 首先是吧 两边失误都不多 在其次就是 因为VG这边 这两边更像是拼一个基本功了 基本功 因为这边老干爹也是这个舰队时间 还不如VG这边配合时间长 确实 那也就是说 在一个短时间内做出决定的能力 包括这个默契的能力 可能比VG还要稍微差一点 那这也就是这张图 他们为什么会输给VG 对 那么玩笑关玩笑啊 这边话开完了 那我预告一下明天的比赛 今天是全部结束 明天的话VG也有 年底场5对VG 然后5打天路 5这两天 是高密度 然后最后一场是HP对天路 那么今天的直播也是到此结束 明天下午2点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